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到底有多疯狂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会与日本北海道 札幌式的一家动物园 号称是日本最疯狂动物园 因为在这家动物园里 你可以与任何动物亲密接触 我们都知道 我们去过的动物园里 一般动物都是被圈在某个栅栏之中的 虽说也有很多散放的动物 但在游览期间 绝不允许下车走动 以免发生生命危险 但不同于其他动物园的是 这家动物园的每种动物都是散养 你可以与所有的动物进行近距离接触 喂食 玩耍 随你的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在进入养有狼 老虎 狮子等 各种野兽驱使 游客必须签署协议 声明如果游客受伤 或者发生其他危险 该园该不负责 听起来这家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是不是没有人情味呢 其实不然 这就是这家动物园吸引人的地方 工作人员并不是放任游客不管 生死状的内容中 也包括一些禁止游客做的事情 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 所以游客不故意作死的话 还是很安全的 怎么样小伙伴们 这么疯狂又刺激的野生动物园 你敢不敢去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